欢迎来到懒羊羊公主的有空间第十六集 主人与无懈的移民故事 今天我们有一只坐Pack in Ho的柴柴 听听我们今集的分享希望帮到你 今天有一位嘉宾 他带了一只大狗狗过来 请你介绍一下自己 你好我是Joey 我的狗狗其实也不是很大 他只有9公斤 但是也是超过8公斤 一只柴犬来的都9岁了 柴犬他这次过来 你们最开始的时候 你是如何计划你的移民计划呢? 其实我移民很急的计划 原先是3月中 家人才突然间决定移民要离开 我也很担心 他是打算7月头或6月未离开 但是那时已经3月中了 我也觉得这些时间很闯存 所以第一时间就去找公司 因为怕自己根本没时间搞 因为当时自己还在工作 打算有公司 至少有公司 那些文件 那些东西不会脱漏 也打算有多些机会 可以帮我买到机票 因为自己什么都 其实那时候是零 一些资料都没开始搜索 只是知道要走 即刻要把狗一起走 所以一找上网看到 有人说 哎呀我正在用的那个agent 很好啊 跟得很貼 就马上去找了那个agent 给了钱 就以为全部东西会搞定 嗯 但是听你的口气 语气 最后不是走他这个 你原先的路线 是吗 是的 因为原先跟agent 聊的时候 就打算 他就说 当时国泰一直都好像没有机会 不是 那时候好像说 国泰和BA 两家航空公司都有机会的 那他就说 你六月底或者七月头走 你自己可以买定 如果不是国泰的话 你可以买定自己的机票先 接着 狗狗机票我们帮你跟 你告诉我 你买了哪一天机票 我们就帮你订那天的机票 是的 我们跟他说了 后来说 我们决定了 七月七日会走 那一路问agent 我应该买了自己的机票 还是等你先订好狗狗机票 接着agent就说 狗狗机票是要三十日前才订到的 你不要等了 你自己照买机票 不需要同一班机的 英航是不需要同一班机的 所以我们其实 其实中间一段时间 agent是没有找过我们 我们一直都 以为很安心会搞得怎么样 嗯 然后在网上看到 大家都说 很难扑很难扑机票 所以中间我们 好像到六月的时候 再追问agent 究竟现在怎样 是否你可以帮我找到机票 差不多 还有一个月 就要买狗狗的机票了 但是 你跟我说 不是说一定有的 其实现在的机票是很紧张的 蛤 是的 不过我们有其他方法 我们都一直在追 看看郭泰国会不会再开 第二就是 但是我们都有可能 我们做过的了 之前五月都我们试过自己 包一个航班 不是正常航班 是星期六日 假设星期六日 应该那些狗狗 就是那些寵物 是不可以直飞去英国 因为那边PBS不开 但是那间寵物 agent 就说自己可以 跟英国同行公司谈 可不可以包一个pilot 零零摄摄星期六日 他们自己飞过来 就叫我们等他 他说 上次做的那班是五月 我们七月都应该会有机的 嗯 就继续等 真的等到六月七日 他告诉我他失败了 买不到七月七日的机票 我就开始很彷徨了 但是你那时候 真的听他说买了机票了 买了 但是我都不是买英行的 我是买维珍的 因为维珍是可以 unlimited的 改时间 什么时候飞 哦 是的 我都打算 如果他真的不行 我就再转 而且 忘记说 一开始跟Asian King 的时候 他说宠物只可以 星期三和星期四飞 所以我们买机票 都买了星期三飞 嗯 就够够够 但是到后期 其实他没有更新 中间发生过 有什么变化 到后期 我们再跟他聊的时候 他就跟我们说 其实你自己都可以 送电邮去搶机票 不是只等着我们 但是他的作用就是 帮他们搶机票 但是他也没有告诉我 一开始也没有告诉我 而是miss了我飞 那天我说 我7月7号飞 即6月7号要买机票 到6月7号miss了之后 他才告诉我 其实你都可以自己搶的 你为什么不搶机票 他没有提醒你 你都可以靠自己 是的 也不知道 因为我也看很多资料 英航是说 一只宠物 只可以送一个电邮去搶机票 那我就想着 不可以重复 如果公司发送 我不可以同事发送 要发送什么去搶 我都不懂 他跟我说完这番话之后 我才突然觉得 原来我都要搶的 那我就立刻问他 那我需要发送什么资料 去哪里 怎样搶呢 那时候已经过了我月定要飞的日子 就算预计到计券 那两天他才传了一些资料给我 这个就是那张预计 form 叫做instruction for goods 不记得什么 那里面那些内容 你就这样写 你照顾我这个过去 你叫朋友一起传 一起抢 即不是只有一个位 不是只是传一次 是的 如是者 我又听他这样做 那我又找了一些朋友 每日传 传了两三个星期 谁知道每日都是 要么就没有消息 要么就 BA卡局都回来 说已经敷了 叫我下一日再继续 那时候其实 已经去到六月 中六月尾 我就觉得很旷徨 嗯 又在想着 究竟我应该找人 去帮忙看一只狗 还是应该 我迟些走 还是怎样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做 嗯 又是不停地在 在网上找资料的时候 有个网友 他又成功带了那些狗 那些猫猫 过来 那他就refer了个agent 给我 那个agent 就是 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他可以 零零射射射 订到BA的 ticket 就是可以 pre-book到那个 ticket 但是他不是 买了那张票 嗯 是的 那我就 我找了那个agent 只要付钱 就可以解决了 他就即时帮我 订了7月7日的机票 哦 反而他这样 又订到 嗯 是的 那时已经是六月底 其实那时已经去到 不知道六月二十五 还是二十八 等于之后 去到很厚的了 那第一个agent 的收费各样 你是给了钱 但是他是 不料了之 是不是 你后来都没有收回 部份钱 是吗 嗯 那我自己走 其实走得很急 最后几天 因为太混乱了 嗯 那些东西突然间改了 我又全部 做过了 知道搜集 又计算过了 其实我都没有时间 去跟那个agent 讨价还价了 嗯 嗯 那第二个agent 帮你去设计 设计到那个机票 就是你给了钱 他就立刻帮你 撲到那个票 是的 一天之内 他立刻 又是 好像给了一万多元 他就立刻帮我 设计了个位 嗯 接着就给了个 Airway bill number 我就把那个 Airway bill number 给我原先的agent 那他都可以 confirm到我的机位 嗯 嗯 嗯 也挺担心 也挺赶快的 幸好还有些时间 还可以去做 寵物加签 各样东西 如果太吻水 你那些 其他东西都准备不及 是啊 去六月尾 我告诉我可以 prebook到 将BA的ticket 那我就立刻 通知我原先的agent 再安排我狗狗去做个 health check 和食道重药 嗯 但是你最后 都是走回这条路线 还是 都是转了 另一条路线呢 那很幸運 虽然 就是给了钱 去再prebook机票 是 但是 去到7月3日 就收到 通知 通知 BA那裡 cancel了 寵物的机位 那天就很重 其實 是不准寵物飞 那天 还是刚刚 只是针对 就是你不幸運 是走 你那个位置 cancel 那样的意思呢 其实 不是 因为好像 刚刚那一段 是 特区政府宣布 说 要 说 不可以 英国的 飞机来香港 是不可以 在下 哦 就是刚刚那一段 它不可以 在香港 是啊 是啊 那跟着所有 那些直航机 尤其是英航 它就改了 schedule 那本身呢 通常 香港飞英国 就是通常大概 晚上凌晨机到的嘛 嗯 但是那一段 就转了 做中午飞 那变了 landing 英国 hase location 就变了 下午好像六点钟左右 就跟它本身 就是人家本身的schedule 是收开其他动物 它那个青关 PBS那里 就说做不消 青关这件事 所以就拒绝了香港 那些 寵物landing 所以 好像由7月5日 开始打后 那 BA 是停了香港的 寵物 非英国 嗯 到什么时候 我就不知道 但是我就刚刚 是受影响那批 真的好 你打算搞定了 然后又来 搞定了 又来 那个心情真是 几大幅度起落 真的 哇 心灵弱点 都受不了 那一刻 真是灰到爆 那时 都已经 半放弃状态了 打算 打算 那天可能真的不想我走 不是 不是 打算不想我走 因为家人计算了 我都要尽量配合 但是 搞搞那裡 搞也搞不了 那 我就打算 找狗酒店看 找朋友看 還是 我应该不要先飞 家人先飞 還是怎樣呢 等到它有位 再想一下 它是究竟 怎样來 是啊 都需要些时间 再去 處理 因為突然間 遇上了 會飞 那些東西已經搞定了 但是行李都收拾了 突然間說 飛不了 都在找朋友 幫我去照顧那隻狗 也都 跟Agent King 我說 因為本身是我自己 和那隻狗同日飛的 所以 想著我送去機場 還有我自己 會在英國那邊 AROC那裡會接回它 誰知道突然間 變一變陣 就變了 我要再安排 如果我個人飛了的話 我要再安排 找人去朋友家 接隻狗去機場 是的 如果我自己已經到了英國的話 我應該在旁邊 那我就要再找人安排 幫我去機場 接隻狗去酒店 嗯 其實我都在忙著這些東西 哇 你還有幾天就飛了 我本身原定 幾天要安排這麼多東西 真的挺大壓力 最大問題就是 因為我托人家幫我照顧那隻狗 我都要告訴別人 要照顧機場 我沒有可能告訴別人 你無料期幫我照顧那隻狗 是啊 因為你都不知道 牠什麼時候接受 那時候一定會 都是在想B.A. 你不知道牠什麼時候 接回那些狗去英國 OK 那真的只有一個等字 所以我都明白你的心情 是的 那時候都很亂 不過後來 Agent 又通知我 說 B.A. 會 在八月頭 可能會給我一個後補位 就是 代替現在7月7號 搜尋不到那個位 但是我都 都幾擔心 還有 牠又說不定多久 我只是說八月頭 然後我自己發電話 去B.A.Cargo 那裏 罵了牠一段時間 是的 然後牠通知我兩個Agent 跟我說 現在給你回7月27號的機位 你走了 那時候我心裡有數 那隻狗都是遲我十幾二十天走 算了 都是照跟B.A. 遲二十天被人照顧住 但是 心又不是完全放下了 然後又上網看看 又上去Youtube看 就看到 咦 原來 都可能有其他航線 可以過到英國 不是只有B.A.和國泰 那時候國泰都剛剛開了 但是國泰 國泰要同一時間飛 同一架機 那我就想過國泰 那我就再馬上找 咦 好像KLM都可以 那我就看回 是的 公主給那些Youtube比較的PowerPoint 我就逐個在那裡 因為我自己會住在倫敦附近 所以我就看了KLM 跟著轉船過去Hardwich那邊路 其實我之前都有想過PackTaxe 但是呢 以後是一直上網問人家的時候 或者Messenger問人家 其他網友就跟我說 你不用想啦 PackTaxe都過不了的 因為Eurotunnel quota都全滿了 不會有車過到英國 那我那時候就突然間 咦 原來PackTaxe都有quota的 有 不可以想這些 有 有 因為其實這陣子 現在是 我們今天錄的 這個是我們現在八月頭了 所以我們這陣子的人 突然間很多人想回答PackTaxe 月尾七月頭比利時都開了 那真的很多人一窩蜂是轉PackTaxe走 但是PackTaxe真的 始終Taxe數量有限 司機也有限 你一程都可能 五六個小時最少 看看你去哪 如果你在倫敦附近都可能要五六個小時 那你來回都 即是雙倍 那你還要轉司機 各樣車的數量都不多 所以他們現在也有些人說 我可能真的預約不到很多 那我說沒有辦法 你可能真的要回乘船 因為你始終船都有正常和定期的班次 而且你的船那麼大隻 你可以不預約房 其實有些人跟我說 他也可能未必預約房 雖然要六個小時或九個小時 你在大廳也應該可以的 那我說不要緊 起碼你上到船 去到先 那所以 最近 我知道的 真的都開始幾爆 想知道更多資料的話 歡迎去到Youtube上 搜尋懶洋洋公主 其實我就是 就是三號收到 說不可以飛BA 然後 我自己 五號也是這樣 這兩天就不停的上網看資料 那五號就膽粗粗的 就去了找KLM 但是找KLM 我又不知道怎樣找 我只是看到 上他的網頁 看到可以messenger 可以whatsapp 可以打電話給他 但是連打什麼電話號碼我都不認識 那時候 就不管了 三館齊下 我就同一時間 發了messenger 又發了whatsapp 然後又問了網友 拿了KLM的hotline電話 那時候 對話號碼 都自動發了 訊息給我 就是那些AI 智能答的 其實沒有人可以答 那 Hotline打通了 都告訴我 其實那時候已經是7月5號 那他跟我說 其實七月其實全散了 現在八月頭都已經散了 你不用想 我們KLM航線可以和 同道重脈一起飛 那我的心都已經沉了下去 其實原來都不用想 我掉了心水 等BA7月27 那才呢 現在messenger那裡有 customer service 即由生人回答我 就說 我們有什麼可以幫到你 那我咦 我跟他說 不用了 Hotline那裡搭了我 他說沒有空間 那他就 customer service 又很好地再問我 其實我們可以怎樣幫你 你打算那條航線是怎樣走 你有什麼計劃 那我就跟他說 其實我是想帶我的狗狗 由香港去英國 那想由荷蘭先 然後再轉Taxe去英國 他就馬上回答我說 直行我們就沒有了 不過如果在Bangg 停一停 就是one stop的 然後再去荷蘭 我們是有一個機位的 如果你需要的話 我就馬上幫你reserve 不過你要給下面什麼什麼資料 就叫我填一大堆東西 然後我看到 都沒有位了 還要我填一大堆東西做什麼 但是其實那次是很忙很忙的 我是本來不想理他的 但是我跟他說 算了沒有位不要緊 你現在都reserve不到的了 但是他還說要幫我 我就算了 他很誠懇 我也很感謝他 我就馬上把他問我的個人資料 那些狗狗資料 那些龍的尺寸 我都讀一讀 寫完資料給他 怎料他又很快 他好像不知一個小時內 跟我說 我可以reserve到ticket 你那天 7月9日 然後我問他是不是真的 他答我是真的 然後我也不知道信不信他好 因為我都沒有試過這樣 就這樣他給我 就馬上叫我買機票 但是其實價錢不是貴 是688元歐羅 那我不管了 我就先給錢 那給完之後 他已經確認了我那張ticket 然後馬上就幫我reserve 那些狗狗的ticket 那裡都等了很久 因為我自己看到他真的說有 他又reserve到 那我就馬上跟本身的agent說 我要取消BA ticket 因為他給了7月27日 那agent那裡就回答我 好 我幫你取消 那這個時候我就心裡心裡 糟了 KLM 是不是真的 如果我取消到那邊 這邊又是假的 我reserve不到 我就兩邊都沒有了 不停地Whatsapp來Whatsapp去 兩邊搞來搞去 那最後幸好 KLM的customer Service 真的幫我確認狗狗的ticket 就叫我付200元歐羅 就確認了他的機位 那時候我就放心了 我真的可以叫我原先的agent 取消了BA的機位 那我本來是7月7日飛 那其實我馬上付錢 搞了一些東西 已經是7月6日的事 那我自己7月7日就沒有飛 就改成7月9日和99日飛 那我家人就先飛 那幸好你們不是欠太多天 都是欠頭尾兩天三天 都可以 對 只欠了兩天 最後就 我自己本身的 維珍機票就失敗了 嗯 但是最重要 都是真是真是最生氣 那一部 幸好那個人沒有放棄你 真的 幸好他 KLM真的很好 幸好他真的都逼到你給資料 所以你才來到 那也是那句 其實 預訂機票 KLM的話 WhatsApp有可 或者直接Hotline 其實真的可以兩邊都confirm 這樣就真的比較穩陣 如果真的很想走這條路線的話 那我也想問一下 因為你說agent幫你已經準備了那個文件 那他本身都是想著7月7號那時候的文件 還是他預理27號的文件 其實 本來我是 就是我六月尾預訂到7月7號的機位的時候 那六月三十號 他就馬上叫我和那隻狗去了做Health Check 然後可能出了一些Certificate 那他又被狗狗吃了道重藥 我不知道為何六月三十號這麼早 早了 其實早了 是啊 狗狗是要 我說多次 要五天 是啊 真的早了是應該不行的 正常 其實是不行的 但是我不知道 agent他們跟那間 跟Vets那裡 我想可能有些關係 那些日記可能自己再做個手腳 Anyway 總之六月三十號那個都已經沒有用了 因為三號通知了我 是取消了7月7號的機位 然後我六號找到KLM的機票的時候 我就馬上再運回我原先的agent跟他說 我狗狗要飛啊 現在馬上搞文件搞不搞得遲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說 你訂了所有機票和船票那些 我就跟你做了 然後我說 你不確定我可以做到 說得遲文件的話 我不敢預約那些東西 這個第一個agent 其實他是 我想問一下 其實他nice不nice 還是他講話是 我聽完都有點搞笑 他們都是nice的 不過其實因為他們是 完全沒有這方面的資訊 他們沒有這方面的經驗 所以可能他們不敢亂來 明白明白 但最後他幫你搞定了 最後真的出發的文件 說得及 說得及 他叫我訂了機票和船票之後 就馬上通知他 我回家上網訂了之後 我通知他 他幫我安排 那天是7月7日 就再去做Health Check 和再吃杜聰藥 嗯 即是要多吃一次杜聰藥 因為太久了 對 因為太久了 對 我的身體是沒有問題的 7月7日 中午左右 好像大概下午 做Body Check 和吃杜聰藥 他就幫我拿些文件去護處 那天是7月7日 然後我9日飛 就是9日飛之前 去他的辦公室 中午5點多 去他拿完文件 接著我就去機場 哦 那狗狗是KLM的話 是不是和你Check in 那個位置 一起Check in 是 沒錯 其實就 和其他旅客是差不多 不過他又 另外一個好像不知道 叫大型行李什麼 總之寵物就在那邊 不需要怎麼排隊的 去那裡Check in 人和狗同一時間 Check in 那KLM那些 staff都很好 他幫我們搞完所有文件 即是人又Check in了狗 又Check in了 就是整好籠 貼好所有文件 之後 他就問 你是不是想現在馬上 給狗進去 還是你還想讓狗 在地上走 因為還有一個小時 才要正式進去 你可以再在機場 在那裡散步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到下一個小時 即是那時候是5點半 可以出現 那就可以6點半 才帶狗狗回來 才正式送上飛機 登機 所以我們都還在機場 給狗 休息一下 還有下了下面 草坪那裡 偷雞去 去到最後一次VIVI才上飛機 那時候的狗狗狗狗狀態 會不會都很緊張 還是都不可以 他那時候都可以 沒有什麼 即是你飛之前 有沒有跟他在家裡 做過入籠的訓練 因為我聽說 有很多想著記卡告的 都是說早點買好 那個籠回來 然後讓狗狗 或者貓貓入籠 適應一下環境 所以等他飛的時候沒有那麼害怕 但是你有沒有特別幫他 做這方面的訓練 我也有 我是6月頭到那裡拿籠的 我放了回家之後 就做了一些水瓶 水瓶他一向不用 他一向融開碟 特意用水瓶 裝些牛奶下去 教他那裡是可以喝水的 那是牛奶他就喝 水也沒有喝 最後全程 其實他也沒有喝過一滴水 但是也沒有辦法 還有那個籠 我就做到 放到平時睡覺的那張 箭進去 還有 假裝那裡是很安全的 我經常追牠 因為我的狗其實很怕人抱 我們就追著牠抱抱抱抱 然後追到牠入籠裡 放了一些東西進去 我們就馬上去捕捉牠 那牠就覺得那裡是安全的地方 哦 這樣挺好的 對 偶爾就放一些 他喜歡吃的零食進去 讓牠覺得那裡是好東西 這個訓練也挺好的 大家都可以試一下 不過我也知道 其實有很多毛鞋 在這些環境 雖然習慣了那個龍 但是真的飛完之後 很多時候都發覺牠不喝水 因為可能見不到主人 或者本身喝水的方式 不是這樣 所以也很幸運 你們不是直飛 因為直飛完如果時間不對 你又要睡過夜 那隻寵物 我們早前有隻貓貓也是這樣 雖然牠一歲 但是牠是第二天 因為到英國的時間 可能又是六七點 牠已經關門了 那獸醫就下班了 所以要第二天早上 讓牠回家才可以做清關 變相牠那程的直飛 是再長了很多 我都二十幾個小時才能見到那隻貓貓 是呀 所以變相 最近多了人去走 如果你是可以放在一起的話 其實牠的時間真的短很多 你去到荷蘭 就已經可以見到牠了 就不需要再特別 像英國那樣 在清關那裏 再多幾個小時 或者是一夜才能見到牠 我現在立刻可以見到牠 我覺得 我覺得 安心一點 看見牠 牠都餓了我一會兒 餓了你一會兒 你應該說在 輸送行李帶 那個也是超重行李那裏 拿回去 牠有沒有見到你肺癒你 或者呆呆的 我的狗狗 其實牠是平時不會肺癒 除非有其他狗 approach牠 牠平時出街 或者在家裡也好 牠也不會肺癒的 出街又不喝水又不吃東西 所以其實我一直都很擔心牠 在家裡的 那去到 領回去的時候 牠就在那裡很狼狗 嘭嘭的吵了幾聲 那你在那時 你馬上幫牠喝水 那些給牠喝好嗎 都口渴這麼久 牠也不喝 我強行接進牠的口 真的回到英國的家 那些時候才肯喝東西 不是 因為我在荷蘭轉船 那個時間 我很早 5點、6點已經在荷蘭載升船了 但是乘船是下午2點多 我之前跟你說 因為我不是很多行李 我只有一個背陸 一個 都不可以說是大行李 我覺得是中營 你很輕便 我又覺得時間很充裕 我不想直接由機場乘的士 去乘船 有一段時間等 所以我突然間忽發其想 想跟隻狗狗去旅行 所以我們就在阿姆斯特丹 找路線乘火車 去碼頭 想知道更多資料的話 歡迎去到Youtube上搜尋懶洋洋公主 我搭了幾程火車轉來轉去 然後去到碼頭 原來都很早了 好像9點多 還未到10點 就找地方走 走到碼頭附近一個小鎮 去到那個小鎮有餐廳 這個時間我就要借廁 我只是在廁所的時候 員工那裡好像一些侍應生一樣 他們很好 見到我的狗在門口等 就幫我拿了水給他喝 他就馬上進去 他又覺得是很放鬆的情況 他就肯喝了 因為荷蘭給人的感覺 真的是 從機場到去哪裡都是很pet friendly 動物自己都感覺到的 所以他們應該是很開心的 如果不是脫了歐 其實我自己都很想帶包包過去 COVID也是另外一件事 但是脫了歐 又要再驗血 就有點卻步 我就不想再煩這件事 如果不是 我也想跟他到處去 他去到荷蘭 我也沒見過他在街上喝水喝得這麼開心 很值得紀念 你去到上船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文件還要再檢查一次 忘了問你剛才 你先在機場 機場有沒有人看你們寵物的文件呢 有離開機場之前 應該是去Goods to Declare那邊 就有關員在那裡查一次舊舊的文件 還有他好像幫我吸了一個印 問了有些好像聊天的問題 在哪裡來之類的 很快 其實幾分鐘吸完就可以走了 因為我記得你們荷蘭清關 現在是不用付清關費 外爾蘭還要付50歐元 那你這裡吸完印 沒收錢 就可以走了嗎 沒有啊 是的 他摸著一隻狗 大家聊聊天就走了 真的挺放鬆的 那去到碼頭那邊 是不是你說上船之前 他又有再職員 再看一看狗狗的文件呢 在上船之前 真的很認真地檢查 其實他是本身看一份 好像他想看EU那份文件 因為我做了兩份的 一份是GB 一份是EU的Health Certificate 但是我職員看EU那份的時候 就發覺 咦 為什麼沒有食道蟲藥的 我明明看著他吃的 我跟我職員說 我說他真的有食的 我看著他吃的 他就幫我找 找了整份文件 都沒有寫說他有食道蟲藥的 然後他就幫我看GB 即是看英國那份 他說這份有寫 沒問題了 OK 哇 那就一壓行啦 你那一刻 沒錯 哇 幸好你有做兩份 你真是幸好有做兩份 是啊 因為我跟Agent說的 我說我是經KLM那邊的客人 我自己也打了去護署 我是要做兩份的 你做了兩份給我 真的做了兩份給我 雖然中間的東西都有脫樓 真是幸好 船公司幫我檢查完 都說是有食就OK了 可以走 即是他都不執著你 是不是哪一份有 總之有一份寫就OK了 都算幸好 有驚無險 那你上到船 船能夠好嗎 即是乾不乾淨啊 站不站立啊 你覺得狗房那邊 居不可以呢 其實那個狗就是在Kanel B那邊 A就是出貓貓那天 我也覺得OK的 裡面都很乾淨 我們很早到 我是第一隻到的狗 但是他一早已經編好好數了 我一想到召集 它就帶我和那隻狗進去 就給我一個號碼 告訴我 那個Kanel的帳號 是什麼 你的號碼是什麼 因為不同尺寸的狗 有不同的號碼 下面那層是最大型的狗 那我的狗是長層 因為它都叫做輕一點 那些位置都安排好了 那它有些箭 類似皮鋪那些 還有一些水兜 野食的那些兜兜可以供應 你可以用自己的 也可以用它 沒所謂 只要你自己用完 洗乾淨就可以了 那些皮鋪我們自己鋪好它 讓狗睡覺就比較舒服 那個籠在外面鋪的 還有帶我們進去之後 就告訴我們 中間旋程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帶一隻狗 去樓下那層的甲板那裡散步的 嗯 那你有沒有去到 有 我是每個小時都去一次 哦 那它在你離開的狗房的時候 會不會說在那裡叫啊 因為有些狗狗 我那時候放包包去Kanel的時候 隔壁有一隻狗一進去 它看到有人就在那裡哀嚎 很慘的 放我出來喊 但是你走開了 外面大聲到是關門都聽到的 但是隔壁一會兒它就停了 但是你那隻狗狗又不會呢 你說它也不會很吵 那隻狗是不會吠的 除非有狗去接觸它 很害怕 但是很不幸 我們那天有隻狗 是吠了兩個小時 沒有聽過 那它有沒有震了 聽到人家吠的 其實都挺辛苦的 不過那隻狗的主人都有帶牠去那個甲板那裡走 讓牠不要吠得那麼緊要 其實我們都 因為我沒有租房 我一直都是在那邊走來走去 所以我每一個小時就去探那隻狗一次 還有每一個小時就帶牠去那個甲板那裡走一下吹一下風 其實那個甲板那個位置是很小的 但是狗狗可以真的跟主人一起 牠們有安心很多 嗯 但是你沒有去預約到監房 那你休息呢 你中間有沒有睡到 因為你坐下就算都不用怎樣睡 是不是都OK呢 我沒有睡過 我只是走來走去 還有遇到一些 也有帶寵物的香港朋友 大家聊聊聊天 是啊 你有說了 我記得 剛剛想問你 是不是 那你是什麼時候遇到牠們的 因為牠們應該是 應該是我們的群組來的 因為牠們應該是 我們的群組來的 我去船船之後才看到的 其實我是帶一隻狗下去的 那個甲板的時候 好像已經聽到有人說廣東話 但是那時候沒有空 只顧著這隻狗的東西 嗯 那晚一點 可能大家又不是經常都見得到 然後到我好像在晚餐吃飯的時候 就看到剛好有個主子 是奴才 是的 大家就坐在那裡聊聊天 看看這個旅程 大家有什麼困難 分享一下 嗯 如果早點知道 是不是大家聊天 應該可能時間會再過得快一點 可能也是 不過都很開心 因為每一個人帶著寵物過來 都是有很多經歷 大家都很想 那個時間其實是剛剛已經比較放心 開始鬆一點 放鬆一點 放鬆了 因為之前大家都有很多東西 起碼你上了船 終於真的到了 到了 那時候應該會開始累了 你放鬆了之後 那時候還沒有 因為始終我自己一個人 帶著狗狗 我又不可以太過放鬆 到就是回到英國去到Service Apartment 看到我家人 我就真的累了 我記得你說 你最後是訂了另一輛車 還是家人來接你 我不太記得了 他們來不了接我 因為他們都是在寒冷的 哦 是的 他早了你兩天 我是在香港訂了一輛租車 不是租車 不是租車 是訂了一輛的士的車 因為在荷蘭去到英國下船那一刻 那個位置是很荒蕪的 一定要先訂了一輛車 如果去到那裡才叫車 例如你打算是HITRO機場 要一些時間才來到 是的 因為我們那時候 其實下船不算是很晚 那個時間大概是差不多八點鐘左右 但是如果沒有預訂車 其實我們問回我的司機 他都說是很難預訂到的 是的 因為那裡其實不是市區 也不接近倫敦 司機說他特意都駕駛了個幾小時 所以他也不接近倫敦 是的 也有些距離 其實無論你這次的HOWAGE 還是HOWAGE 兩邊的西岸和東岸的碼頭 其實都是比較荒蕪的 真的真的要預早預訂車 就不要你打算立刻叫UBER 人家都要時間飛的過來找你 是的 未必有人會接叫 是的 因為始終都是比較偏遠一點的 但是你坐的士回去 Service Apartment 也不是很久 應該兩個小時內 應該回到去 是吧 你八點幾 應該不是很塞車 沒有塞車 不過呢 因為漏了東西在海關那裡 所以就回到去 然後又再回到去 總之不是一直走到尾 所以其實都回到Service Apartment 都差不多晚上12點了 哦 怪不得你說我們有些累 回到去 有太多障礙 不要緊 總之恭喜你 現在都已經順利到步了一段時間了 最艱難最多起伏的時候已經過去了 你下船之後 沒有人看狗狗的文件 只是你上船的時候看了 是不是 是啊 沒錯 下船的時候 其實純粹是 我個人要過關 那隻狗呢 我從頭到尾 一邊拖著牠 拿一條狗帶的拖著牠一邊走 去到關口那裡 做完文件 我也是拖著牠這樣出關 那你那個KLM的狗籠呢 你劈了在哪裡 還是跟著身帶走 拿不到 我去到Amsterdam 去到機場那裡 我就問職員 我在哪裡可以丟到這個籠 我不要了 我拿不到 接著職員就教我 放在meeting point 他說你放在那裡 有人要在那裡拿的了 原來是這樣 因為有些就說 譬如我們愛爾蘭青關的時候 就可以給青關的叔叔 他們就會幫忙收走 總之 我記得你拍張照給我看的時候 他搭火車的樣子 已經只有九成 都是沒有籠 我兼顧不到籠 因為始終要記卡古的籠 都不會太小 所以我遇到很多人 都其實拿不走 都只是飛過一次 這樣用 是啊 太大了 根本沒可能拿到 又接不到 我想問一下 有很多毛鞋 過到來 都會有水土不復的情況 你狗狗 Touchwood都應該沒有這個問題 都死得睡得窩得 其實過到來都很開心 但我狗狗本身 他自己腸胃都一般 比較敏感 但是來到有沒有好 來到其實沒有什麼特別好 其實他吃的東西都是一樣 因為我們一直都是蒸雞肉 蘿蔔 蘭花 或者總之做肉給他吃 每餐都是自己 就這樣蒸給他 但是我呢 就一直都以為自己 留帶了這個Probiotics 所以我頭那一輪 好像兩個星期都沒有什麼 餵他吃的 過幾星期左右 開始他就變變不漂亮 開始 對 還有他又整天放屁 被人投訴 然後我就去了 我們不用衣服了 我就出去了 買回Probiotics給他吃 他現在又好一點了 嗯 想知道更多資料的話 歡迎去到Youtube上面 搜查不懶洋洋公主 我想問一下 你在租屋方面 有沒有什麼分享 心得分享 是不是真的 有些人會覺得很難租屋 有些就說 都不是 有些是在香港已經找到屋 租到PASSALO 那你自己的故事又是怎樣 我是很難的 因為我本身有小朋友 小朋友 我又要選學校 當然我又想選一間好少少的學校 所以選好些學校 但是附近的租盤就變了競爭很激烈 我們target了一間學校 其實是Reading這樣 那裡的業務大多數都不給養草物 其實我一上Supra 或者上On the Market 那些一filter了PASSALO 其實已經在學校的catchment area 已經沒有選擇了 一間屋都沒有的 通常 哦 真的很厲害 不可以 不登學校就可以了 哦 那可能是因為我聽說 今年Reading真的有很多人搬去 或者本來Reading也是一個 本來的地方 也有很多人欠崩潰 也不奇怪 那你現在最終尋找到 這個屋現在屋那裡 你也是在網上找的 還是在香港穩定的 現在我住在service apartment 其實在香港已經預訂了 那時候就是選PASSALO的酒店 或者service apartment 找到這一間 那時候預訂了一個月 但是就不接近學校的catchment area 不是的 不是的 就是不在Reading 是在另一個城市 是Breadnell 有轉區 就打算是住住這裏的時候 就可以一直找屋 但是一直找都是碰釘 因為想住那些區 或者想去那些區 就全部都不接受寵物 那所以現在暫時呢 第一是申請不到學校 因為我沒有地址 那第二就是 我這裡也要走了 因為我初時預訂了一個月 那之後它又已經全了 這個service apartment 所以我現在就變成 要再去找一些短租的屋子 租住先 嗯 那都很麻煩 還有你的經歷 可能有很多人都是 都是好像你這樣 要就埋學校 又要就入寵物 真的難上加難 是啊 如果你說小朋友上學 是沒有要求的 有書讀就可以 那就應該不難的 但是因為我自己又想 小朋友有刺激的學校 所以最後那個選擇就是 要考慮買屋 不可以租 現在 所以我就要短租住其他地方 才跟著一直搞自己賣屋 就是層樓要買那裡的事業 那就變了 不知道多久才可以找到一個安定的地址 嗯 嗯 就是要繼續搬收東西 拿東西出來 又再租行 其實都很吃力 是啊 但是真的沒有辦法 始終你帶著寵物 會想要做一些人 他們都會做一些問題 因為他們都想做得更好的情況 這件事就好 我也是能理解的 是 因為英國的房子始終都多地毯 我們都覺得他們擔心 因為我也有朋友說 我是業主都未必租給寵物的人 因為它自己沒有養寵物 但我也理解始終英國的房子 很大部份是地毯地下 如果你要換的話 價值都挺貴 所以他們不給寵物都不是完全沒有原因 但沒想到原來那個比例都挺多 這個是出乎意料的 之前打算最多是給多一點錢 但原來給多一點錢也未必可以租得到 看地區 可能你那個區比較熱門 所以各樣因素加起來 比一般的更難 我希望你找屋這邊順順理你 希望快點有個安樂窩可以定下來 不用再搬來搬去 因為你每次搬一次又要再撿一次屋 也挺頭痛 我現在是等買那家屋搞定就可以搬進去 那就會安定了 好 多謝你今天肯接受這個訪問 希望你的故事都可以幫到更多其他人 因為聽完你的經歷 應該都很多人很多汗漏了 原來可以 然後又不行 然後又不行 然後心情聽完也挺忌憚的 對 曾經崩潰了 不過就算崩潰也好 還是要帶紅鞋過來 對呀 不可以放棄他們的 最重要我們的訊息就是不要棄讓 一定要一家團聚 謝謝你 謝謝 希望聽完今集的內容分享 可以令你更加明白 其實寵物移民的話 可能你真的要改完又改 改完又改 才可以成功來到英國 但是不要緊 最後最後都是可以跟到木鞋過來的 所以千萬千萬不要放棄 可能就是某一個CS可以幫你訂到機位 亦都可能是某一位group有幫到你 或者在我們的group有其他分享 可以幫到你過來 所以最重要是不要輕易放棄帶他們過來 一定要一齊一齊一齊過來 千萬不要放棄他們 另外我們也有一個TGgroup 無論你是走愛爾蘭路線 或者法國荷蘭德國比利士道線都好 你也可以進入我們的group 互相交流消息 還有如果你訂好了機票的話 歡迎你直接PM我 我再將你加入相應的月份出發群組 那大家都會有個照應 另外我們有一個香港無邪 在英國中屋的集會所 希望大家都可以踴躍參加 如果你已經到達了英國的話 希望你也不要論識 希望你可以和大家分享 你住過的B&B或租過的地方是pet friendly 大家互相交流消息 幫助未來來的香港人 真的非常感謝你聽到這一刻 我知道你好忙好忙好忙 但是也很感謝你願意花時間聽我們的節目分享 希望本集內容可以幫到你 更加了解這個寵物移民的經過和感受 希望如果你覺得有用的話 請你幫忙轉發出去 分享給有需要的人 希望他們會知道原來還有很多方法 亦有很多人和他在經歷同一樣的事情 希望不要再有寵物被棄養的情況出現 我們下集見